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是刘晓媛 现在是天津京剧院的 一名老生演员 李老生 很厉害 康英姐 你看着眼熟吗 我真不认识 就想想我20年前的样子 今年20 24 你四岁的时候 这你太为难我了 我记不住了 帮你找一个照片 重拾记忆 好吧 朋友们 不客气地想 这宝贝多根啊 这小孩是谁啊 什么叫小孩 你不叫老师 老师 跟着个个性学生 你那时候说过 你是天津的著名小孩 那现在得了奖 是不是更著名了 对 对啊 那你走在街上 有没有一些叔叔阿姨们 认识你 我走在马路上 经常有人好 祝我们小孩 我爱你 哇 苍英姐 真漂亮啊 我受伤了 你这儿是一瞬间 确实是比以前 稍稍胖了一点 跟这个苍英姐姐合作过 你看这里边 还包括跟冯宫老师 对吧 其实那时候 参加了一系列 央视的节目 当时01年4岁 是在咱们央视的 十一频道 是 对 是 有点 不过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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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有点 现在 你 没有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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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的 有点 你 有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是最简单的 你蒙谁呢 得到了嗨C了吧 就是《四郎探母》做工里边的一句 这边您替我来一下 我就直接来叫脚翻嘛 好啊 一剑公之道领剑 朋友本宫心剑 战利共阿门 打利根儿档 吵脚asts 鸟肠 fora 尝尝 尝他什么呀 一剑公之后 可以 杨四郎 太费嗓子了 谢谢啊 谢谢小原 我今儿一看资料我才知道 等于你四岁参加节目的时候 你是没学过京剧的是吧 是家里爸爸妈妈教的 因为我爸妈是跳友 从小呢我就耳濡目染的 妈妈唱轻衣 爸爸唱小声 然后呢就给我订了一个老生 比他们辈都大 因为从小家里就不放什么歌 就是戏 每天11频道 就各种买碟呀什么 都是样板戏 什么红灯记 那个智学虎山沙家帮 都是这些 所以从小呢就是一直有一个 就觉得戏挺好玩的 我要学着唱 学了几段 爸爸妈妈觉得有点天赋 要不教她唱两段吧 但是听完之后你就能学会 还是说明你身上 是有这样的天赋 应该是胎教吧 对吧 当然你看这后来的观众 就会疑问了说 为什么好像小元 之后在央视的其他节目 见的就少了 对 这几年吧 也是渐渐的就退了 隐退了 因为真正到七岁 拍完电影以后吧 那就开始上小学一年级了 有些演出就该推掉了 因为如果还像原来 排得这么满 这个孩子得不到一些进步 他学不了真东西 小时候觉得可爱 但是如果长大了 没有含金亮的演出 你这个孩子就觉得 就捧杀了 可能渐渐地就没有什么价值了 你这番话一定要让 现在电视机前 很多爸爸妈妈听到 是的 因为现在可是有很多孩子 还没有你那么大的成绩 不像你又上了春晚 又拿了奖 只是刚刚有一些 艺术的才华 就爸爸妈妈恨不得不上学 给他排满了 到处演出 拍照 广告等等 或者是他把自己的那些梦想 就强加孩子身上 我真的觉得 他们要像你当年 父母的这个决定去学习 这才是真的为了孩子好 就到了什么年龄段 他要去做什么样的事情 还是要按部就班地让他去做好 对 而且更有甚者 有些家长会把孩子 利用他们做赚钱的机器 对 这些都是不对的 因为对于孩子一生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他这个在学校学到的知识 他的底蕴 对于未来他在艺术这条道路上 能够走多远 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 是很有必要的 对 其实就是那句话 成绩是为了更好的回归 只有在私下里练苦工 然后努力学习 之后再上台 我才能给大家一个耳目一新的感觉 所以这点挺感谢我的爸爸和妈妈 替我做了一个非常对的选择 没有让我一味地都飘在上面 因为毕竟是水满则溢嘛 月满则亏 而且后来小元也等于是非常系统地 正式地学习了京剧 对吧 对 12岁考到了那个特招 进了天津艺术职业学院 所以你看从现在的系统学习 到回忆起20年前 第一次站上央视舞台 唱戏的那个四岁的小姑娘 我相信此时此刻你对京剧的理解 跟20年前应该也是完全不一样了 对吧 对 小时候就是觉得好玩 拿它当玩 当真正步入戏校以后呢 其实心里有点抵触 就每天面对它是老是硬逼着你 要去上很多课 然后让你天天练 后来就不停地在练功 然后私下 渐渐也懂事了 因为有戏逼着你 就戏贴在那儿了 你肯定要去练 肯定要去演 所以后来呢 也觉得京剧 好像就是我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 好像就融入了 到了我的血液里面 所以从四岁的时候 觉得舞台很新鲜 很好玩 对 到今天肩上有一份责任 有一份使命 是 你会把京剧作为你毕生 追求的一个最高的目标 对 就比如现在 我除了在团里的业务演出之外 我可能还会教教小孩 我想培养一些 就算你不干这个专业 我想让你成为未来10后 或者是甚至20后的 这些坐在底下的观众 所以就是弘扬我们京剧的 这个国粹的这艺术吧 哇 说得真好 所以小元 我没觉得你是一个 二十几岁的小姑娘 我觉得您是一个老前辈 没有 老艺术家 所以今天是你和曹颖姐姐 这个相识20年 对 同时也是刘晓媛 刘老师 从艺20周年的大型汇报演出 好棒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来 舞台留给你 加油 作曲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